我们以后就老话叫七老七小 鲁莽轻敌被对手顶膝打断三根利骨 中国选手捂着肚子疼得撕心裂肺 然而泰国选手不但不关心对手的伤势 还在一旁用手指着中国选手百般羞辱 行为极其恶劣 还不但比划出刚刚KO的动作 神经极为的嚣张 这一幕让台下的中国观众心里很不识滋味 因为这是在中国的擂台 对手是来踢管的 这个泰国选手是货阵驾驶的百胜拳王 名叫蓝桑坤 车压战绩有着惊人的299战 244胜的豪华战绩 其作战风格变幻多端 拳腿吸轴 样样精通 经常让对手肝脏炸裂 在上一场比赛取得胜利之后的蓝桑坤 身材放下了豪言 表示要打遍所有的中国选手 制霸中国拳坛 我泱泱大国人才辈出 岂能容忍一个外人在中国拳坛作威作福 河南好汉张开印挺身而出 将蓝桑坤发起了挑战